当前处于新冠病毒的活跃时期 虽然我们在国内局部的地区 出现小规模的聚集性的疫情 和零星的感染病例 但是我相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10月份 11月份 就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 虽然新冠病毒这么个疫情 在短时间是不能彻底的被解决 但是中国以及我们中国 也呼吁全世界其他的国家 要严谨重视疫情防控 并且积极的开展当地的疫苗接种工作 我们预计今年底左右 能够使得我国的居民 能够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率80%以上